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1日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谈到了 中国国药集团已经向中国药监申请批准新冠疫苗上市 结果第二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宣布了 中国国家药监局已经批准国药集团的疫苗上市了 这才过了一天的时间 这种速度或者说所谓的中国速度之快 这个是创造世界纪录的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说 有一家公司宣布它已经申请要某一种疫苗上市了 结果第二天,药监就批准 这个从来没有过到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纪录 这个让我想起了 在今年8月的时候 国药集团的老总曾经说过 说我们这个疫苗在今年年底就会批准上市 那国家药监批准上市的那天 就是今年年底 12月31号就是要赶在今年上市 所以这个就让人怀疑 是不是这个国药集团背景极其强大 他的老总已经从某一个大领导那里 得到的命令 你就是必须在今年批准他们的新冠疫苗上市 所以你这个国家药监只好敢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宣布批准他的疫苗上市了 所以这个速度这么快 就让人对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产生了怀疑 因为这个不是按照科学的程序 按照国际的规范来走的 而且不仅是这个速度快 让人怀疑 在其他的一些方面也让人怀疑 第一 这个按照国药集团的说法 他目前的这款疫苗只有三期临床试验的中期数据 这个所谓的中期数据 就是你这个临床试验只是三期临床试验只是做到一半得到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你这个三期临床试验还没有做完呢 你这个三期临床试验还没有做完 还没有获得最后的结果 就去申请 而且批准了 马上批准上市 这个也是世界第一 世界首创 从来没有过的 因为你以前的疫苗要获得批准上市 你肯定是要三期临床都做完了 才有可能批准上市 这辉瑞的美国辉瑞的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 那都是三期临床试验都做完了 严格的说他还没有被批准上市 他只是被批准了紧急于使用 他这个三期临床已经做完了 才获得紧急使用的授权 都还没批准上市 你这三期临床都还没做完的中国疫苗 既然就批准上市了 所以这个是世界首创 而且国药集团疫苗已经批准上市了 但是没有公布任何具体的数据 现在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所谓说 疫苗的综合抗体的阳转率 得到了99%以上 那这个所谓的综合抗体的阳转率 你是做了一期二期临床试验 就已经知道了 跟这个三期临床试验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做三期临床了 你就没必要再去提 这个什么抗体的阳转率了 那个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做了这个三期临床 因为有抗体 有综合抗体 不等于说你这个疫苗 就真正的能够预防感染 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 要看你这个三期临床的试验的结果 但是呢 他现在只给了一个数据 说是中期分析的结果 是79.34% 其他的都没有 你这个究竟有多少人 参与了这个临床的试验 怎么样的分组 多少人感染 啥都没有 然后呢 就批准上市了 你暂照国际的规范 你一个疫苗 在申请的时候 你就应该把所有的这些数据 都提交上去 而且呢 都公布出来了 就像莫德纳的疫苗 像辉瑞的疫苗 就是这样 在FDA批准紧急授钱之前 他所有的材料 都已经公布出来了 而且呢 你这FDA在审批的过程当中 他收到这些申请的材料 也都要公布的 然后整个的过程是很透明的 因为FDA要请一个 外面的独立的专家 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这些专家呢 还要对你这个公司的人 来进行提问 来进行答辩 最后呢 还要投票 来表示说 赞不赞同 批准这个疫苗紧急授权 或者是上市 所以这一趟呢 全部都是透明的 公开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 对于辉瑞的疫苗 有两个专家呢 是投了反对票的 有一个专家呢 是弃权的 反对的那两个人 不是说认为辉瑞的疫苗不行 而是认为说 你辉瑞的疫苗 关于16到18岁之间的 这个数据不足 所以呢 他们反对说 你批准辉瑞的疫苗 是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用 他们认为应该是18岁的以上人 才能用 所以就投了反对票 还有一个弃权的 他是对整个程序有看法 这个我们不说 那莫德纳的疫苗 因为莫德纳的疫苗批准 只有18岁以上的 才能用 所以呢 那两个反对 辉瑞疫苗的专家 就改投赞成票了 那个弃权的 还是弃权的 而且呢 这些独立的专家 这十几个人 究竟有谁 我们全都知道 他们投票情况 我们全都知道 所有的资料 都是公开透明的 那中国的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所有的数据 基本上可以说几乎全都不知道 然后呢 你究竟有没有请过专家 独立的专家 来进行审核 是怎么样投票了 我们都不知道 以 人家是 批准之前 全部都公开了 我们是已经批准了 既然都还不公开 有记者问了 问了那个国药集团的总裁 他说了 说晚一些时候会公布 你已经获得批准了 你还有什么必要说 不马上公布 还要晚一些时候 有什么必要来保密呢 你晚些要晚到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就一直 就这么一直拖着不公布 等到所有人都中完了 接中完了 然后再公布 其实这个国药集团的 这个疫苗 即使他公布出来的这个数据 79.34% 显得非常的精确 准确到了小数点以后 两位数 但是呢 也是很让人值得怀疑的 为什么呢 我试了一下 如果你这个感染人数 是在140个人以下的 那么是怎么也凑不出来 这个有效率 79.34% 这么一个精确的数字的 现在你 国药集团说 我们这个数据 是中期的数据 中期是大家要知道 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 这个所谓的中期 也就是六七十个人感染的时候 我来分析一下 这个叫中期的数据 那么到150个人 156个人左右 被感染了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结束 试验了 就有一个最后的数据了 所以 他这个79.34% 说了 140个人以下的感染 是不可能有这么一个数据的 所以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中期的数据 如果 最低最低是要145个人感染了 才有可能凑成79.34% 79.34% 这么一个数据出来 但是你如果有145个人感染 你再等 那么一两星期 那更多的人 150个人感染 那就可以结束这个试验了 对吧 你就没有必要 而说赶着 这个140多个人 已经是远远超出 这个中期的数据 没必要说再拿中 所谓的中期 把它当作中期的数据 然后去申请 上市 你干嘛不等一下 来到最后的一个结果 再去申请上市 所以 它是中期数据 但是又是79.34% 这个就会自相矛盾 所以我怀疑 它这个数据就是编出来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中期的数据 当然了 也不是什么最后的数据 当然 也许这个数据是真的 人家就是有145个人感染 然后我就要拿着 去作为中期的数据 去申请上市 那好吧 即使这个数据是真的 那也不等于说 这个疫苗 有效性 就是很好的 我以前的节目里面说过了 你这个疫苗 如果有效性 百分之五六十 那算是个及格的疫苗 如果百分之七八十 算是一个不错的疫苗 算是凉吧 那你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算是非常优秀的 好的不得了的疫苗 那你现在说百分之七十九 五点三四 为什么不算是个非常可靠的疫苗 非常有效的疫苗 我刚才说的那个 指的是你这个疫苗 这个数据是指普遍人情的 对所有人都使用的 我刚才说 你这个灰醉的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 它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有效率 这个指的就是 针对的是所有试验的人群的 16岁以上或者18岁以上 然后它包括了65岁以上 实际上65岁以上的试验 这个人群 他们有效率是比较低的 只有百分之八十几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年龄大了以后 这个免疫力就比较低了 那么你这个国药集团的这个疫苗 你的试验对象究竟是怎么样 我现在看到了一个资料 说是他们只有18岁到60岁的人 才能够参与做这个试验 就是说没有老人 那好吧 如果我看到这个资料是真实的 因为它没公布 我们不是官方的数据 如果是真实的 那就说明你这个79%的有效率 指的是针对是中青年 那中青年会偏高 有效率会偏高 你如果用到了老人山 就会偏低 那么这么一平均下去 你实际上是达不到79%的 那究竟有效率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 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公布出来 从昨天的报道 我还获得了一个信息 说是你这个疫苗的有效性 要70%以上最好 就是国家药监 它有一个标准 说你要申请的话 最好是疫苗的有效性 达到70%以上 我看到这条消息 我就觉得 可以解释为什么 科兴的疫苗不去申请 也不被批准上市了 因为这个 这件事很奇怪的 你这个国药集团 只有中期的数据 三期还没做完 就申请了 就马上了 就批准上市了 你这个科兴的疫苗 已经在巴西做完了三期的临床 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 反而不去申请上市 不批准它上市呢 那只能说明 你这个科兴的疫苗 它的有效性 在巴西得到的不够好 不如 这还不如 这个国药疫苗的中期的这个数据 而且呢 你还得 还达不到 就国家要坚定的 最好是70%的有效性 这个坎 所以呢 它没法去申请 所以 这就可以破解了 这么样一个谜了 就是 你在科兴集团 在巴西的试验的结果 究竟是怎么样 因为它不公布 对吧 只告诉我们说 达到了50%以上 那显然呢 是因为没有达到70%以上 达不到国家要坚定的人 这个坎 所以它只能说50%到70%之间 而且呢 华尔克恩只是刚刚过了 50%才藏着 越着不敢让大家知道 那昨天的新闻发布会 还出了一件事 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官员 是卫健委的副主任 突然说了 在回答记者的提问的时候 说你这个疫苗要怎么定价 什么 突然说 我说是大前提呢 应该是全民免费 我怀疑他这个是说了 我的嘴说错了 因为后面有另外一个官员 马上就跟正说了 说这个价格呢 肯定是在老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你如果全民免费的就无所谓价格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就这个疫苗很可能还是就内部的定下来很可能还是要收费的 而且你前一阵子你这个国药集团科兴集团的疫苗已经给一两百万人打了都是收费的 我看了一下网上的消息还有贴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通知 至少呢是打一针是收两百块钱 两针就是四百 再加上一个注射费加起来呢 就差不多是五百五块钱 这个是高价 你跟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呢 就是在高价收费 然后 但是呢 那个卫健委的主任 突然说了说大前提 他这个话说的其实呢 并不是很清楚 他说大前提是全民免费 然后说这个价格还在变动 然后另外一个人又说是在价格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内 所以你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不是要收费还是不收费 但是呢 难道不管怎么样 就媒体网上 就开始来炒作的这件事了 都是说是爆炸性的新闻 中国的疫苗是免费的 就各个官媒也都报了 因为你这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 都报了 然后就很多人就在歌颂起什么社会主义好了 说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做到全民的疫苗免费 这个是很搞笑的 为什么呢 这个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这个新冠疫苗呢 都是免费的 你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他本来就搞的 除了美国以外 他本来实行的就是全民医保 看病呢 基本上是不要钱 或者呢 只收很少的钱 那么当然不会说 为了这个 接种新冠疫苗 另外再去收费 他们本来就说是免费的 包括治疗 那个新冠 你被新冠感染给你治疗 也都是免费的 那美国呢 他跟其他的国 发达国家不一样 他不是搞全民医保 但是这次呢 美国国会也专门通过了法案 规定了 这个新冠疫苗是免费的 新冠治疗也是免费的 因为美国政府已经 把这些疫苗都买了 买了以后 让大家都免费使用 这是发达国家 你其他的发展中的国家 已经开始接种的 像墨西哥 也都是说免费的 所以目前来说 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 除了冲国 是去给新冠疫苗收费的 所以你怎么能说 这个是社会主义 优越性的表现 你其实是前一段时间 一直在收费 而且是高价收费 人家其他国家都是免费的 你现在跟世界看齐了 反而歌颂起 社会主义优越性来了 好了 不管怎么样 被大家这么一起哄 我怀疑卫健委那个人是口误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这么一起哄 这下不来台了 你不可能再改口了吧 好 那以后还真有可能 这个新冠疫苗要免费了 但是呢 你这一免费 我刚才以前说过了 你中国还不管 尽管说现在在不断的抹黑 什么辉瑞的疫苗 莫德纳的疫苗 信使RNA的疫苗 但是呢 中国的那家复新医药 实际上呢 已经是跟人家签协议 要进口一亿剂的辉瑞的疫苗 当然它是从德国的 那个跟辉瑞合作的 那家公司进口的 好了 你这进口 果然倒也免费 让大家使用 那不可能的是 对吧 你是让大家免费使用的 那只有这种国产的疫苗 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 高价的收费 那大家更不愿意打了 所以要免费 还有可能让大家来打 好了呢 很有可能呢 以后对于新冠的疫苗 就跟中国目前那些计划 疫苗接种的 疫苗一样 就北京叫什么 一类的疫苗一样 就是你打国产的疫苗 那是免费的 但是呢 你如果选择呢 要打进口的疫苗 那就要高价收费了 所以以后有可能 对新冠疫苗也是这样 国产的免费 进口的昂贵 复兴的 那从德国进口的那一亿剂 辉瑞的疫苗 在中国的宣传 已经说这是国产的疫苗 要把它改叫做复兴疫苗 好了 你以后如果说国产的疫苗免费的话 我敢说你复兴 肯定改口 改口说我们这个不是国产的 而是进口的 辉瑞的疫苗 大家但还比较关心的一个 你现在说免费了 那是不是呢 就要开始 强制的 要去接种了 这个 我建议大家呢 对这种 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 不透明的疫苗 你还是想方设法 不要去接种 即使说强迫你接种 那么你最好也找一些理由 他下部有各种各样的禁忌症 什么喝酒不难接种 什么高血压不难接种 等等 剧烈运动不行 那你就找各种各样理由 为什么呢 我不是反对疫苗接种 绝对不是 但是呢 你要让大家接种的疫苗 一定是要经过了 科学 论证的一定是数据要透明的 而你没有经过这种科学论证 靠长官意志命令 说一定要给过的 然后数据呢 都不透明的 这是骗人的疫苗 是蒙人的疫苗 是大家是一定要抵制的 你等到他数据公开了 而且获得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授权了 今天我刚刚看到的消息 就辉瑞的疫苗 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授权了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看了 辉瑞公司交上蓝A的这些数据 认为是有效安全的 就给他批准了 那你中国的疫苗 你如果有种 你也去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授权器 跟辉瑞公司学习 因为你申请这个紧急 虽然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 这一年民生搞的不是很好 但是他一些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 你要申请紧急的授权 你就是必须把你这些数据都交上来 而且这个数据交上来就会都公开了 所以你中国的疫苗 如果真的认为说自己是世界第一 真的是有效的安全的 那你就去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紧急使用权器 等到他申请了 而且被世界卫生组织给批准了 到时候大家再接种不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